印度5月16日新增病例超过31万 死亡人数超过4000人 新德里原本在17日结束的封锁 将被延长一周至5月24日清晨5点 周日印度收到第二批俄罗斯的卫星5疫苗 不仅中共病毒疫苗的供应急需外援 印度对相关治疗药物和原料药的需求也激增 根据印度《经济时报》报道 印度制药公司从中国采购的药物原料几乎达到70% 但日前 一些原料价格已经上涨了数倍 因此 印度敦促中共政府 稳定疫情相关药物和原料成分的价格 并允许货运飞机不受干扰的飞行 另外 印度恒河岸边发现数百具尸体 还有一些尸体在河中漂流 沿岸民众很担心 虽然路透社报道称 有印度地方官员承认一些河流里的尸体是中共病毒死者 不过印度官方还未证实这些尸体的死因 新唐人记者李澜 陈海月综合报道